哇!是甚麼來的? 一來到漆廠的時候 首先我看著這裏的耳機 耳機上面有很多靈體 有些是因為知道拍攝的情況 所以它們有一點這樣的情況退後 但她們的眼睛也看得很清楚 下面這個位置我最矚目的是這一位的靈體 因為起初我覺得她為何臉是紫色 我研究了一會後原來她化了一個很濃的妝 這兩個位置有一塊很深的粉紅色還是紫粉色的胭脂 還有紫紅色的唇膏 很多人問靈體是否可以到處走 答案是可以的 第一個方法是跟人 第二個方法是附身在物件上 拍攝外景的時候 工作人員也會帶她的攝影器材 或者她們需要用的工具箱 透過她們帶來電視城 我們今天去的廠 就是最遠最遠的尾廠 是七廠和八廠 我就帶大家參觀七廠 據聞不同的靈體會在不同的廠 因為她們有興趣的東西都不同 可能她們有興趣購物或煮食都不定 我們現在就進去七廠 其實話說 入廠的第一個禁忌 就是千萬不要看上面前輩交落 為什麼呢 因為靈體特別喜歡 在上面去看樓下 就是我們在下面做什麼 可能要做戲或者做節目 大家都看到了 廠的兩邊 層設都被一塊黑布遮住了 其實是有手尾 免得弄髒 設施 第二天開廠用 黑布來講 我就想起第二個傳說 話說前輩說 以前廠的鏡頭 其實是會蓋起黑布的 原因是因為有一次 在修廠的時候 有一個工作人員 就在控制室裡 因為 鏡頭是連接著控制室的 有一個工作人員就看到 修了廠的廠 有很多人走過 但假設你修了廠 應該好像現在這樣 即是空壺一人 這樣 所以 自此之後 所有鏡頭都要蓋上黑布 就是為了防止 拍到一些不應該拍到的東西 亦都防止人們看到 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沒那麼害怕 今天除了準備了縱撥之外 我們還準備了這個叫做 靈界對講機 可以用來接收靈界的聲音 跟他們進行聲音的交流 其實跟一般的收音機 其實差不多 也要拔掉天線出來收音 接收這個訊息 然後我們就開它 OK 我們現在到處走 然後 一邊走一邊問靈體問題 看看他們會不會肯 跟我們用這部對講機 進行聲音的交流 有靈體朋友想上鏡 有靈體朋友想上鏡 如果有的話 可不可以在對講機上搭右 是甚麼 又是有人進來 我們是不是要走開 不用了 不用了 你是甚麼 這是人 怎麼了 人